馬英九那個特別費的時候 有那個喪心下秀大法師 有去幫他求過錢 那時候求籤說是會沒事 就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的意思 所以他底下的幕僚 還是會幫他去求個籤去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政治人物 我認識台灣的政治人物 幾乎到一定程度以上 幾乎沒有不算命 那吳敦義也摸過鼓嗎 關係這個 這個很有名 陳風天就是摸鼓的 對啊 他三番兩次告諦 他就是常常見面 台灣三番兩次告諦 這個摸鼓大師 大概台灣政壇 還在嗎 還在 對 台灣政壇大概我看他 至少摸過一半的人的骨頭 他的師父已經過去了 早期是國民黨的很多大官 很喜歡去找他摸鼓 因為聽說他神準 後來這個好像也會有代代相傳 然後就開始一路往下傳 現在變成現在很多 有一些中生代也會去找他摸鼓 聽說他真的很準 就是他斷你的前途什麼都很準 聽說啦 但是沒有證實 就是說蔣經國也去過 那是師父徐欣傑 那應該是他師父 對 然後許馨傑是對 也是在那個新竹 聽說摸一摸以後門就馬上關起來了 聽說就下跪了 那聽說你真的有朋友去找這個陳康泰 應該是姓董的才對 陳康泰是最近這幾年 而且這些達官貴人們 達官貴人們不會找這麼便宜 很可能他們都是找比較虧 而且是很早期的 大概二三十年 而且特別是南部的一掛政治人物 他們就是怕在台灣去算這個被人家知道 所以他們是一個兩個這樣去 但是一個兩個還是會遇到啊 有時候他們在香港就會遇到說 你哪來啊 就是遇到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說要去算命 但是後來之後大家就知道是算命 然後在算命的時候最重要是流年啊 流年全部把你全部批出來 批出來了以後他們就放在保險櫃裡面 每隔一段時間就拿出來看 那我為什麼會知道 是因為我有跑去那個保險櫃去看過 因為我朋友剛好拿出來說 我告訴你誰啊誰啊誰啊誰誰誰 都有這麼這一張 然後都是放在香港 那每隔一段時間就像他們講的一樣 每隔一段時間如果剛好有異動的時候 自己決定要動或不動的時候 要去複習一下 都還要再去找老師 都還要去找老師 但是我有看過有一個台灣那個最厲害 不是說最厲害 我有看過那個老師 他是他怕你來問 一天到晚來問 他就從頭到尾就錄音 就是他跟你講解的時候就是錄音 錄音把你錄下來 然後把這盒錄音帶給你 你自己要出那盒錄音帶 他就錄音 錄完了以後他就放在那邊 沒事不要打電話來問我 我也是這樣子啊 你講我啊 沒有 我都有錄給客人 剛剛彥博講那個董木傑 其實我有陪我朋友去過他那邊 他是真的是貴 因為那朋友覺得他剛剛講 南部的那一大褂都是 其實我們講台灣很多 這個新貴是科技新貴 但是真正很有實力的都在南部 那個朋友他大概就是 當年拆船大王嘛 就去董木傑那邊 算到最後變忘年之久 你知道嗎 就是通家之好 應該這樣講 所以他到後來是 只要去香港都不要預約 就直接可以去找他 我們那次是去香港玩 他就帶我去 他就去董木傑那邊 他住在香港好像銅鑼灣 然後一個樓上不知道十幾樓 然後我們兩個就進去了 然後他就真的直接進去 我說我不要聽你講什麼東西 我就在那個門口那邊坐著等他 他真的就可以直接進去 那個董木傑他真的是 南部真的一掛著那個 有錢有事的人都去找過 他剛剛講的是官員 但也有企業家 我們上次講那個陳敏賢 就是陳敏賢的爸爸有去看過他 然後說他眉毛太淡 要這個所有賺的錢都會倒光 他還看相 不是 他就幫他算 順便就對了 後來就說如果他可以 把眉毛畫濃一點的話 應該可以穩住 但是我覺得他自己就算 他自己不一定 像他最近就是那個好朋友 也是跟我講 有一次去看他的時候 董木傑就在抱怨 他說因為他要蒐集很多名字畫 幫他師父出那個紀念冊 他就發現他每次去買的時候 就有人跟他搶 那個搶的人就是 廣大的董事長林百里 然後他就很抱怨 然後他講一口上海話 上海話 他說那個林百里 也不知道他懂不懂 亂買一通 每次要跟我搶 所以他每次搶不過林百里 他很生氣這樣 鐵板神算到底是怎麼算呢 這我講一下 這個是 我們講鐵板神算 其實是不對的 清朝有一個叫做鐵道人 又叫鐵卜子 鐵卜子版本的神術 就是它是什麼版本 我們出版的這個版本 是鐵卜子版本的神術 叫做鐵板神算 所以不是拿一個算盤 他的過程當中有一個是算盤 他是先會去問你的六親 就是父母 兄弟 姐妹 感覺我只要有那十幾本就可以了 他是父母 兄弟 姐妹 然後妻子 先考六親 他就是考時訂課 他主要是有一萬三千條的 已經既定的條文 所以他那個已經精細到一個某個程度 簡單來講鐵板神算就是 會讓你一翻兩瞪眼 譬如說你對哪個數字是忌諱的 你在什麼時候可能家人會發生變故 他就是很細的 所以那就是一翻兩瞪眼的那個感覺 讓人家會堅信不疑的 其實他源自於宋朝 我們說邵庸 邵庸本身來說 邵康傑 對 他是後追義邵康傑 對 他有三個最簡短的故事跟他講一下 他看到樹下一個葉子飄下來 他們上去走 這棵樹會不會砍掉 馬上就被砍掉了 第二個他在復辟生中病的時候說 等一下有個人敲門 你要好好跟他講 後來那個人是幫復辟寫死後傳記的 後來歐陽康跟他兒子講說 你要見這個人 他講什麼你要注意記起來 他講的話不多 後來邵庸遇到歐陽康的兒子 講了他一生的故事 想不到他死後 是被歐陽康的兒子追封為義 所以他對於這個數字有沒有 對於這個命理 義理 不但專精 最重要一點是 他孝順父母 他家住的房子有沒有 不避風雨 荒草慢生 他砍柴煮飯 侍奉他的父母 而且淡薄名利 這是我們後輪最值得推頭一點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兄弟姐妹有幾個人的話 真實的兄弟姐妹有幾個人不知道的話 鐵板神算我覺得算六親最準 對 非常準 因為我在台灣也去算過 我覺得那個翻書那個很好玩 他就說 你有一個哥哥屬虎 我說 我姓娘 我哥屬兔 然後呢 另外有個哥哥 對 他說 我說我哥屬兔 他說有兔子 還有一個是屬虎 我說沒有啊 我們家有一個哥哥啊 有 不然這樣你要問 不然我那個秒數對不出來 因為他是 你出生時間要定時定刻嘛 對不對 我說打電話問余媽媽 我說 你還有跟人家生一個嗎 他說什麼跟人家生一個 就跟你爸生而已啊 我說為什麼還有個哥哥屬虎 他說有啦 生你哥哥之前難產 難產 那個是 那個是已經逐月了 然後真的是難產的 那個是屬老虎的 然後我就覺得 這厲害耶 所以各位 你想知道你將來繼承人 跟你分財產有幾個人嗎 其實算一下 這個應該很整 你講到這個 但是我還沒講完 後來呢 我就說他說 那我哪一年可以結婚啊 那時候我開始 那時候我認識James了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說 這一年完全沒有機會 要隔年才會有機會 我就在他說 完全沒有機會的那年結婚